每年的四大时装周都是女艺人们的战斗时刻 近年也不例外的看到许多十分出彩的穿搭 尤其是在时装周最后几天亮相的唐嫣更是让人惊喜不已 3月11日某运动品牌在上海举办了发布会 唐嫣作为代言人到场站台 刚刚从时装周归来唐嫣的心情果然大好 想必是因为这次的看秀造型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好评吧 说来也是潜伶的奇刘海再加上大胆的露奇妆 这次唐嫣的造型的确算是大有突破了 难怪大家都很惊喜呢 为了配上那身衣服吧 然后因为那身衣服就是蛮特别的 所以想弄一个和衣服搭配的发型 也可以跟平时不太一样 如果说时装周的造型是满满的预解份 那昨日唐嫣走的就是清新阳光的运动风浪 白色卫衣搭配黑色景深裤 再加上高高扎起的马尾 这位少女堂怕是刚买18吧 活力满满的样子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而且唐糖身上的基本款 每个人都可以轻松拥有哦 昨日她就在现场大胆吆喝 要粉丝都跟她穿一样的衣服呢 就算是有同款但没有唐糖销售的身材 和那双逆天大长腿也很难穿出同样的感觉吧 所以唐糖预期教粉丝买什么样的衣服 还不如教教他们怎么根据自己的身材特点 搭配适合自己的衣服 俗话说瘦人一鱼不如瘦人一鱼嘛 大方的唐糖除了会给粉丝传授自己的传达 心得还不忘给最近在参加艺考的后备们加油鼓劲 说起当年考试时的经历 唐糖却表示自己的艺考之路并不顺利 因为没参加过辅导出师的时候 以为自己会被淘汰 不过没想到居然通过了 而且二世三世也表现得越来越好 如愿以偿被录取的唐糖 现在作为前辈也非常有诚意地 给当下艺考生们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小小建议 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因为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辅导 对然后就是出师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不是很顺利 但是好在我自己挺过去了 因为比较就是既来之则安之 然后发挥的比较好 然后做了出师之后 后面的二十三世就是发挥的越来越好这样 下学的时候难忘的事情就是每天都在排练场度过 要自信 然后就是要真诚 然后就是 要从容 内心要从容 别光顾着替别人着想了 唐糖你可很久没有新作品面试咯 虽然粉丝们都知道你不经常公开露面是因为在拍戏 但一直没能在荧幕上见到你 他们可是急得不行了 怎么说今年也得有一些作品要跟大家见面了吧 今年马上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 那就是我的电视剧 《时间都知道》和《归去来》这两部 然后还有我的电影《欧洲攻略》 听前辈的话准没错 上海报道